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星期一公布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 只有37%民主黨人希望拜登競選連任 此前他曾表示自己計劃參選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 根據這份民調 希望看到拜登在未來4年繼續留在白宮的美國人日趨減少 比例有去年中期選舉之後無幾內的52% 下降到今週的37% 今年80歲的拜登曾一再表示自己打算再參選 但目前還未正式宣布他的競選活動 但由於年紀的問題 以及他對執政下美國經濟動盪有所不滿 很多人都對他的連任表現擔心 平均來說在所有美國聖年人裡只有22%的人 認為拜登應該要再次參選 而在45歲以下的美國人裡 拜登的支持率就明顯更低 持他應該再參選提法的人 由中期選舉前的45% 下降到現在的23% 儘管如此 仍然有超過41%的美國人 由整體上認可拜登的工作表現 其中有23%的人表示對他相當有信心 另一次的問調是在1月26日至30日期間 對1068名成年人進行調查的結果 抽樣不差幅度為政府4.2% 請問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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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 awake 感谢观看